Write基本操作 当我们启动Write以后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基本的一些 专有名词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条 最上面这一列 这个叫标题列 标题列会显示你应用程式的名称 还有你的档名 第二列这一条是功能表列 功能表列 显示着Write所有的各项功能 再下一条是工具列 工具列可能有很多条 这是基本操作 这边有好几个 标准的工具列是指 这一个 最上面这条 那下面这个是 文字属性的工具列 右边这边 右边这边 左边有一个 还有一条工具列 这边提供了各式各样 不同的功能 给大家有 那接下来这边是尺规 最有一支尺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两支尺叫出来 有水平的跟垂直的尺规 中间这边是你的编辑页面 那你最上面会看到两个支角 这是你页面编辑范围 你可 可编辑的页面范围在这里 那外面这边是你的纸张大小 那么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放在 文章内容的范围之外 比方说页码或者是其他的 那最下面也有两个支角 跟上面的两个支角相同 最下面有一个状态欄 状态欄显示了很多资讯 有时候你必须去注意 首先这边是页数与种与页数 你这个文章到底有几页 这个是字元数 然后这是检式的样式 你可以按右键来更换 有各种不同的检式 这是语系 然后这是选取的方式 那这边可以看到你有各种不同的检式 可以单页多页书本检式 还有检式范围可以放大缩小 依据你不同的需求 做不同的调教与设定 方便你在编辑文章 文书处理的时候 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个 最方便操作的一个方式 你怎么做到最好的 你怎么做到最好的